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雪的机会大大降低 玉山气象站今天一早就被白雪覆盖一片 2015年的第一场雪从凌晨4点20分开始 一直下到上午8点积雪达5公分后 主要是因为受到冷气团南下影响 加上水气充沛 让玉山成了一片银白世界 未来几天的话温度上应该还算适合 不过水气就不太多了 所以下雪的机会原则上是比较低的 这波冷气团会一直影响到周日18号 周四清晨最冷 沿海空旷地区低温下探10度 而接下来天气将会转为干冷 各地天气就会趋于稳定 下雪的机会也会大大降低 不过山上下起大雪 平地却吹起怪风 高雄市区晚间有一波封面过境 强风吹袭 即时期拍到晚间接近11点 高雄市区这个路口突然出现一片白色物体 轰一声掉到马路上 扬起阵阵粉尘 就像爆炸一样的场面 大马路上满满的白色碎片 大罗保全赶快拿扫把清理 他说当时真的很惊险 我就听到东西从他们顶楼那边 砸到那棵树再掉下来 喷的你看全部都是 原来是因为对流旺盛刮强风 把一个大型压克力板从别处吹过来 再从高空往下掉 砸到一棵路树上 把路树的枝叶都砍落 气象站测到风速为5级 相当于1秒10.4公尺的风速 再看一次当时的惊险画面 正好一名机车骑士经过 索性最后无人伤亡 消防队员说 这可能是大楼住户阳台外老旧的遮雨棚 提醒大家定期保养 否则风一大 这样吹落砸伤人 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禽流感大爆发 为期两天半的水勤禁载令 在昨天中午解禁 恢复了正常的屠宰量 不过业者担心 如果疫情持续扩大 未来恐将面临没有额压 可以卖的困境 而市场价格恐怕也会水涨船高 屠宰场的员工一刻都闲不下来 不管是去毛 清洗内脏 还是负责分装 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工作 因为从12号开始 为期两天半的水勤禁载令 在14号中午解禁 台中这家屠宰场 一早就送来了2000多只鸭 都必须在下午处理完毕 它的内脏跟心脏 还有它的肠道 就是看它有没有病变 有没有就是不正常的变化这样子 屠宰场内的驻厂受益师也没闲着 仔细检查每一只鸭子的内脏 如果一发现异常 就必须记录 通报 业者认为 这次的禽流感疫情爆发太快 而且数量太大 未来可能还会继续扩大 加上养殖场若一确定感染 就必须全面性扑杀 水勤养殖业和屠宰业将面临寒冬 现在目前看起来就对了 因为大小子包括政务中事 可能他们说 业者表示 原本今年水勤数量比往年多 价格应该下降 但情流感爆发后数量巨减 价格恐怕会持续攀升 这也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希望政府尽快能有全面性的应应计划 让水勤相关行业降低损失 记者邱志弗莱茨杰台中报道 情流感疫情持续延烧 农委会防检局证实 台南市传出染病的肉机场 检出H5病毒 而另外南投县一处弹压场 也传出了压支暴毙 显示疫情已经往山区来扩散 情流感疫情大爆发 原本一开始只出现在压根而身上 农委会14号傍晚开记者会证实 在台南市的一处白肉机场 验出H5病毒 由于死亡率超过两成 因此再养17400只肉机先全数扑杀 情流感的疫情 在白肉机的部分 我们是超前附属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处置 都是以最高的规格来围堵 在这波疫情第一次确诊 肉机感染病毒 让情势更加紧绷 由于这家肉机场 距离一公里内有水禽场 而且周边三公里内 还有众多家禽场 如果没控制住 就怕一发不可收拾 根据最新疫情统计 出现异常禽场 除了桃园 彰化 云嘉南 高平等七线市 今天则新增南投县一个弹压场 疫情往山区扩散 针对云里有大量死额 被乱丢在大牌 农委会表示绝对重罚 这是一件非常要不得的事情 五万到一百万来处理 目前饲养三千只以下的养情厂 并不需要牧场登记 恐成防疫大漏洞 农委会强调已经掌握 没牧场登记的饲养户 有971户 尽管农委会认为这次 额受灾不至于影响 整体家庭供应 但如果不幸疫情扩大到机身上 中央续产会表示 不排除专案进口肌肉 稳定国内市场 记者林梅刘汉林彭耀祖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以来 首次发生西门町停车场重大枪击命案 警方表示 初步掌握到了凶贤的身份 是年约30岁的壮年男子 正在全力追起中 台北市西门町耳眉停车场 13号金船重大枪击命案 两名年轻男子 蔡忠玉、蔡凯阳 先后遭到枪手枪决死亡 家属14号下午到命案现场召魂 也表达了希望台北市长柯文哲 能帮忙快点破案 警方调查 两人遭枪手近距离枪击 在被堆叠到汽车后座 枪手冲农离去 14号上午 检警解剖遗体 确认两名死者分别身中四枪及两枪 致命伤都在头部 枪上的位置 两位大部分都是在头部的枪上 根据法医师的判断结果 应该是一个是中两枪 一个是中四枪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凶险跟死者一定有认识 警方初步掌握枪手身份 强调凶险是年约30岁的男子 正全力弃胸中 前面的特征是175公分 170公分左右 昨天离开的时候 是着黑色的外套还有牛仔裤 此外警方排除谢凯阳女友的舅舅 曾姓男子失案的可能性 不排除发生原因 与财务纠纷有关 由于此案是台北市长 柯文哲上任以来 发生了第一起重大枪击案 同时警政署14号宣布 台北市警局长 将由刑事出身的 台中市警局长秋风光接任 也让全案有短期内 非迫不可的压力 记者陈嘉欣张志佳台北报导 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和自由时报的头条 也都是刚刚新闻报导的 西门丁枪击命案 再来看到联合报的报导 高雄市建管处接连爆发官员索贿 毕案 上个月副处长陈国雄因为索贿遭到 移送 而另外一名副处长李政贤仍然继续收贿 昨天是被法官裁定收押净件 了解完了三大报的头条 继续要再来关心的是 高雄古山和左营 有高达三万多的住户 在一月初收到了怪怪的电费单 一来电表度数是跟上期一模一样 而且电费又比往年同期高出了许多 后来才发现到原来是台电委托的新厂商 没有如期完成超表业务 台电只好是直接用上一期的度数 来作为收费的基准 不过台电强调 只要完成所有的超表工作 就会重新来结算电费 多退小补 如果有民众还没有去缴费的 那么可以等到收到了新账单之后 再去缴交也可以 这个月月初在高雄古山区和左营区 有民众发现 一月初收到的电费单很奇怪 一来电表度数跟上期一模一样 二来电费又比往年同期高出许多 甚至出现冬天电费还比夏天高的情况 这让收到类似电费单的高雄市民心里很疑惑 一个星期以来台电所收到的投诉电话 让工作人员接到手软 经追查后才发现原来是台电委托的新厂商 没有如期完成超表业务 台电只好用上期度数作为基准向民众收费 主要是在左营地区大部分 那还有这个古山地区 那我们刚开始初步算的时候 这两个地区受到影响的用户 将近有三万多户 台电高雄区营业处解释 过去也有类似上位超表 不得不以上级度数作为收费基准的做法 只是影响的住户 没有像这次三万多户这么多 不过台电强调 绝对不会让民众吃亏 只要完成所有超表工作 就会重新结算电费并且多退少补 如果还有上位缴费的民众 那就等收到新账单再缴费也可以 记者李慧宜孟昭全高雄报道 台北市万华区环河南路一处民宅 昨天凌晨发生了火灾 造成一对六姓姐妹不幸身亡 现场一楼是砖造 二楼则是铁皮加盖 由于当地几乎都是加盖的铁皮屋 住的都是经济弱势或老弱居民 这场火警也再度烧出了违禁的问题 14号凌晨两点多 台北万华区环河南路一处的民宅 冒出大量浓烟 消防人员在巷弄来回穿梭 忙着洒水灭火 在进入屋内后却发现两名女子 其中一人已经被烧到焦黑 另一名女子则还有意识 立即被送医自救 女子送医后 最后人宣告不治 两名死者是一对廖姓姐妹 大姐在一楼开法廊 和轻度智能障碍的妹妹同住 结果两人却一同丧生火枯 让家属无法接受 发生火警的民宅 一楼是专造建物 二楼则是铁皮加盖 紧销见识后 初步研判其火点在二楼 而看看整条巷子 除了一楼是合法建物 二楼几乎都是寄存为件 从柳乡里的高处往下拍 这附近有将近70户 都是铁皮加盖 住户大部分是老人家 有一部分则是经济弱势者 现在一场火灾 再度烧出违建的潜在危机 不过这里的建物 大多是民国八二三年 以前的寄存违建 被市府列为缓拆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表示 目前违建处理的原则 还是以有公安疑虑的违建 优先拆除 就算一累期看不到 年关将近 诈骗集团蠢蠢欲动 在花莲光复乡 就有一名成姓的老阿嬷 收到信用卡的 债务催缴通知信函 要是不赶紧汇款的话 就会被查封房屋 老阿嬷一时紧张 真的要前往邮局去汇款 好险刚好是遇上了派出所的所长 阻止了这场骗局 从警方提供的监视器画面里可以看见 戴着帽子的老妇人在派出所里 还是不相信自己是被诈骗 所长只好拿出银行正式的 推缴通知书给他比对 一旁的女儿也气得告诉阿嬷 自己没有欠这家银行钱 这起嫌被诈骗的事件是发生在1月9号 家住花莲光复乡已经70岁的阿美族成姓阿嬷 接到一封署名某银行的信用卡 债务推缴通知单 要是不赶紧汇款到指定账户 家里的房产就会被查封 吓得他赶紧去邮局汇款 好险遇上派出所所长 阻止他把14万汇出去 诈骗集团看准乡下民众纯朴 近几年来在花莲的偏乡进行不少诈骗 虽然大部分都被警方和机警的行员阻止 但是还是有少部分被诈骗集团得手 警方呼吁家里有长辈的民众 还是多多要跟老人家宣导 以免辛苦的血汗钱被骗光 记者文家凯 花莲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 要求市府各个单位 检讨订阅报章杂志的数量 传出教育局所属的各级学校 2月起除非教学需要 将全面停定报纸 而消息传出 引起了不少学校的反弹 在学校想看报纸到图书馆准没错 国中国校真的比较长 到高中那就还好 因为国中的话在学校就抢报纸 除了免费赠送的青年日报和新生日报 中时联合自由国语日报与台北Times都要花钱订阅 预算由教育局编列 通常这些报纸校长室也有一份 但教育局说2月开始各级学校的报纸能不订就不订除非有教学的需要 办公室的还有我们这个图书馆的这个报纸的部分我们可能都停定了 天文图书馆的报纸也要停定引发不少学校反弹 大职高中公民老师黄毅忠说 科幂一句全庭教育局照办不知教育专业在哪里 你公务员在这个时候你要汉贵你的道德价值 你今天是局长 你就应该要站在教育的立场 这个有什么好瞧的 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根本就不应该废啊 别的处事别的科目我不管 教育不能废 知道基层反弹 科文哲澄清 说当时的命令是全部停定有需要再勾 不是全部不要定 校长是 校长就不赞成定报纸 你校长要看报纸你自己去买 为什么我公家买份给你看 但是图书馆要不要报纸 这应该要 嘴快的科文哲说 这件事是教育局解读错误 眼下说要2月全面停止订阅的教育局 又被市长刮了一顿 记者综合报道 香港特首梁振英 14号上午在立法会 发表了第三次施政报告 这也是去年 港人发起战中行动 争取真普选以来 梁振英第一次的施政报告 而他在场内外 都遭到了泛民主派议员 跟示威民众称黄雨散抗议 梁振英的施政报告 遭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 高呼口号抗议 主席中断施政报告 将他们逐出会场 议员们撑起黄色雨伞 拉开黄布条 绕行议场之后离开 去年香港学生发起战中运动 争取特首提名 无筛选的真普选 震撼国际 梁振英的施政报告 一开始就提到正改问题 他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自治 是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 普选特首必须符合基本法 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否则就沦为无政府主义 香港要在普选跟原地踏步之间 做出抉择 梁振英也批评港大学生刊物 学院去年提出的民族自觉论 是个错误 会场外也聚集了黄色布条雨伞 示威者重申争取真普选的决心 要求只想扮演北京传声筒的梁振英下台 梁振英说会尽快展开下一轮的政改咨询 尽最大努力 争取三分之二的议员通过目前方案 才能在2017年历史性的落实一人一票普选 实证报告中也寄出多项社会福利跟平价公屋方案 希望以此争取更多民意支持 记者社会中报道 俄罗斯去年年底 立法通过的最新道路安全法规 以医学理由禁止变性人 益装癖等性别异常者 请领驾驶执照 开车上路 这引起了人权团体违信的抨击 既反同志宣传法之后 俄罗斯当局在去年12月29号 新通过的道路安全法规 指变性人等性别异常者 是俄国交通事故的原因之一 为了减少意外将禁止他们持有驾照 此外 铺路狂 恋物屁以及偷窥狂 也都被归为此类 同样禁止开车上路 俄罗斯人权团体及医生 纷纷谴责 指责违反人权 洗礼医生更担心 一些真正需要寻求帮助的病人 可能担心被禁止驾车 而不就医治疗 俄罗斯人权协会指 这项法规涉及歧视 将会要求宪法法庭说明 并且将会寻求国际人权组织支持 记者综合报道 画面上您看到的这一位 是作家 也是女权运动人士 施济清 13号晚间被发现 她倒在卧房的浴室地板 瞳孔放大 没有了呼吸心跳 初步研派是心肌梗塞猝死 享受68岁 在谈话性节目上 很侃侃而谈 大方和现场来宾 分享婚姻以及亲子的问题 她是知名作家施济清 13号深夜被干儿子 发现倒卧在浴室死亡 监警今天相宴 研判死因为心肌梗塞 享受68岁 监警指出施济清 十多年前曾因心脏不适 进行心导管手术 并事先立妥遗嘱 放弃抢救 事实上她曾在公示 谁来晚餐节目上 也谈到生死 展现豁达的人生观 民国36年出生的施济清 毕业于政大中文系 曾任建国中学国文老师 也是作家与女权运动人士 因为外交官丈夫外育儿离婚 与前夫育有两子 孩子们一开始选择 与父亲住在海外 直到1991年 儿子回来投靠他 母子才得以团聚 后来还一起出书 大家或许会觉得说 看到我们写这书 就因此会认定说 我们很彼此 了解彼此说 我们吃什么东西 我喜欢什么 其实这些细节 我们反而没有 没有那么 我一心想到 哇这个要写 这个老妈 爆料老妈 她一定会很生气 他们两个 是破坏我父女运动的杀手 施济青一生波折不断 年轻时艰困 中年历经婚姻失败 并在1988年创办台北市晚情妇女协会 致力推动妇女权力与两性教育 她也曾将自己婚变的经验 写成专书走过婚姻 鼓励女性勇于踏出不愉快的婚姻 也因此有了离婚教主的称号 另外她也曾经参选1996年 中华民国总统的选举 不过因为联署人数不足 遭到驳回其夙愿 希望我们婉晴姐妹能够放下 就是放下所有的恩怨 因为其实走到会走到劈腿 其实讲起来也不完全都是对方的错 但是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 姐妹要能够学会了解 然后进而的知道该怎么走 婉晴表示 虽然外界都称她为离婚教主 但是老师并不是鼓励离婚 而是希望社会能重视离婚妇女的权益 扭转以往对离婚女性歧视与不友善的环境 也因为她的奉献与付出 让台湾女性权益能有显著的抬头 并且进一步修改民法保障女权 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的首语新闻通 我们来学学猝死的首语 可以照中文的语序比忽然 加上死 手在眼前一晃表示忽然 加上死亡 而按照龙人自然的语法则是要颠倒笔 先比死 再加上忽然 手往下翻表示去世了 加上忽然 虽然手语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看 开放让民间也可以适度做灾害预报 究竟是否可行 这个地方是很大 双螺旋 今天晚上十一点 公视频道独家首播 进入云南香克里拉美丽的云际天边 野性中国 有什么样的奇景风光 里面藏着什么样的动物 与自然界奇妙的变化呢 欢迎回到手语新闻的现场 有立委提案要修正气象法 希望放宽民间可以适度做灾害预报 昨天召开了宫廷会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各方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现行气象法许可气象局以外的机关 发布气象和海象预报 但排除灾害天气 立委认为应该适度松绑提案修法 可能要朝比如说规范 在什么程度以下的 你可以来做一个预报或者分析 但是在程度以上的呢 必须要由中央气象局来统一做处置 灾害性天气现在的法令呢是太广泛了 几乎我们如果一般人要预测 只能预报晴天阴天多云 或是不能够超过50毫米的小雨 民间气象公司认为 开放气象局以外单位做灾害预报 将会和气象局形成良性竞争 让衍生产品服务更完整 带动气象产业发展 不过曾任职气象局 目前转往媒体服务的气象局 前预报中心主任吴德荣 以自身经验分享 认为开放灾害预报后果不可预期 而对于是否放宽灾害预报 气象局表示没有预设立场 也强调目前媒体对气象 常有夸大耸动报道 并非气象法可管 气象法也没有限制 气象加值服务产业 如何适度开放而不让资讯混乱 将审慎评估各方意见 记者需要讲用下台报道 今天的天气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气象资料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手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蒙古高原 延续着数千年的生活与生命 展现生生不息的地方 天地相连的土地 蒙古高原 骆驼 金雕 看高原上游牧民族 与动物相依存的生活与故事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半 生态全记录就在公共电视 生态